好了,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张 首先,当我们今天我想要有影片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面至少一张头影片有一个东西会动 那至于什么东西会动,这边你就想一想 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个logo很大 而且这个白色我要整个都拿掉 但是当你今天你把这个logo拿掉白色的时候 它变成黑色,黑色跟黑色就完全叠在一起了 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时候我个人是比较紧张近 我们先把背景颜色换成不要黑色 我们怎么样把背景通通换成都不是黑色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检视,这边有一个头影片 头影片母片 然后你可以发现就是,请改第一张 我比较不喜欢那个黑色的 可是因为你要知道说,做成影片确实我们底就是黑色 好,那建议各位啦 看你要不要把那个背景的颜色改掉 那背景的样式,背景样式顶 然后要这一张哦,第一张 第一张一改,全部都跟着改 好,所以我就把背景样式整个都变成白色 我比较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好,然后点选关闭母片 记住要改,我们就一起改 好,那接下来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我希望哦,我希望我把这张图片的透颜色 这张颜色,这一张还不是白色 这一张后面它是白色哦 把它变成这都去背,这白色拿掉 怎么拿掉呢?格式 格式里面针对这个色彩 色彩有一个设定扣名色彩 点这个白色 你点一下,它就做完了 可能你现在没有感觉啦 我插入一个文字方块好了 随便插入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张图片移到最上层 你有没有发现 它刚刚那个白色又被我拿掉了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 到时候叠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不好看的感觉 好,那我先缩小一点 把它搬到旁边去 好,首先我们要先决定一下 我把这张图片logo放在这个地方 好,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我们的板就只有这么大嘛 对不对 好,那我想把这个logo放在这个地方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这边有一条水平线 然后这边有一条直线 三分之一处,三分之二处 就是我们影像的九宫格 九宫格 有很多人很好的像 例如说iPhone 它预设它是有开那九宫格的线 方便我们去拍照 对准那条线上面来去做一些事 可是我们都想办法把它关掉 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logo放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就要把那个活动名称放在这边了 活动 请问一下我们那个活动 那个活动 这个 好,因为这个活动 活动叫做站出来乐活台背 OK 还是这么长 例如说假设我就找到这么 因为你要是放太多字 其实也不好看 好,例如说站出来乐活台背 我就这几个字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在这里面 然后贴上 然后请把这个字呢 要放很大咯 放多大呢 你自己凭感觉来去看 看那个整体性 好,例如说放成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哦 这个字呢 这个字 应该要换个漂亮一点字体 我们这边能够选择字体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美工 你就用 你觉得星系名题好看 你是标凯体好看 我想你们应该这样就会选择了 好,当然会选标凯体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通常被要求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 你再慢慢去选 可是如果说你在二拯一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你会做出比较好的决定 比如说标凯体 然后接下来这样去看的话 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边这个三分之二的那一条线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觉得 这个板呢 就是左边空空的 对不对 好,那我们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放一个 这样子一个矩形物件 为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美工好看一点好了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理由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图案 那从哪里开始呢 我要从乐这个字开始 乐这个字开始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们这个影片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丰富一点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页 那请各位可能还要注意 因为我们是要做影片嘛 所以请在就是我们这个板 绝对不要设成4比3 要设成什么 16比9 16比9是影片的标准格式 16比9 对,16比9 因为像刚刚这台机器 它是4比3 4比3 就是的考影机 都是预设4比3 所以呢 建议各位啊 在设计这边 设计 我们有一个叫考影片大小 请改成16比9 而且建议把16比9 设为是预设 那当然有兴趣的话 再去看 如何把16比9 设为预设 这样做出来的 那个考影片 才不会变成 那个左边右边都有黑边 上面下面 有黑边没有关系 左边右边也留黑边 这样就不好看了 那是因为4比3的关系 好了 这是第一张 第一张 请问一下您觉不觉得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我们今天要乐国台北 所以呢 我可能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动画 什么简单动画呢 比如说站起来乐国台北 对了 我可能还会再把它加个阴影 加个阴影 这样显现它的一个存在感 那接下来就乐国台北的动画呢 动画 因为影片我们只能放一些静态东西进去 可是就是用动画来增加它的一个活泼性 所以呢 假设我今天 我这边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动画吗 所以请动画里面去挑 怎么挑 好 在这边我要稍微简单介绍 进入 强调 以及互补射产 结束等等 甚至还有路径 这几种它的一个大方向的差别 进入是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有 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有 这叫进入 可是如果你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有 这样的话 那个主题千万不能这样设 我觉得我们都要用逻辑来思考 因为你刚开始给别人看的第一张投影片 几乎所有的主角都要在那边 然后最后它可能动一下 强调一下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许我们可以用强调 你不能先设一个 例如说飞入好了 因为在预设的时候 在播放的时候主题不见了 绝对不可以办这样子逻辑的错误 我知道飞入很常使用 但是如果是在主题性的文字 绝对不可以这样设定 你一刚开始进入 本来没有的 它要变成从无到有的飞入进来 这样是不对的设计 就是功能的选择很简单 可是你要选择正确的动画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设成飞入 这种进入类 进入类 那应该要把它设成什么呢 设成强调我会觉得比较好 强调就是本来它就固定在那边 然后后来整个动了一下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用脉冲 用脉冲 脉冲就是它等一下会在这边 请问要脉冲几次 就让心跳跳几次 例如说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有一个动画窗戈吗 假设我请它动三下脉冲 就是跳动三下那种感觉 那还只是在这边的设定 这边有一个效果选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预存的时间 重复射三次 可不可以五次 可以 可以随便你 好 例如说我射三次 所以它就跳三次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讲的意思 因为我们要强调我们要做的是影片 那请问你觉得0.5秒的脉冲 跟2秒钟的脉冲 你觉得哪一种在影片里面会比较好 通常有时候我们 那个假设我们这个活动 活动就要动快一点 动多一点 好 这还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办那个 我看那个01的影片 它都是要那种带气氛的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动画慢慢动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很有感觉了 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期间是2秒钟好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动三次就变动六次了 动六秒钟了 因为动三次 脉冲三次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例如说我播放 你看我这边点一下 它就这样慢慢的去呈现 那个麦冲跳几下是从哪边 重复的设定 那就是选到这一个物件 我要让它动 这边动画窗格把它打开来 动画窗格右边 右边这个动画 右边有一个往下三角形 好 点它 然后效果选项 预存时间 预存时间 重复设计次 好 可以了 好 那 这样大概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不用太多东西动 或者是 请问你可不可以把那个 这一个 这一个logo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看你喜欢设什么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 请问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设这么大 这以后如果没有机会 再谈那个美的东西 美的感觉 再来谈 或者是这个字 为什么要切到这个热这个地方 好 这样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但请你记住哦 但请你真的记住一下 就是未必一定要用很多很多颜色 那字的颜色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图片 好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针对这样子一个动画 还有一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动画呢 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比如说 这个动画我们的开始的方式 这边有看到 按一下 我们在影片播放的时候 没有人在那边操作简报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就请选择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等一下动画要教你有这三种 按一下通通不射 那还有什么叫积蓄前动画 就是我前面这个动画做完 我才做这个动画 所以这边我们说 一刚开始有这张影片 他就站出来乐活台北 顺动脉冲三次 所以是与前动画同时 好了 你去看我播放Shift加F5 他就直接站出来乐活台北 我们就可以过来 了好了 这个音频内 我们可以用点击一步 谢谢大家